9月16日晚,C2MVDR30系显卡的评测解禁 国内不少媒体都公布了RTX3080的评测数据 但大部分的数据经来源于公买RTX3080 至于非公买RTX3080数据还要等正式发售后才能看到 那么下面就跟着超级客一起来研究研究 RTX3080的性能是否真的如老黄所说 是RTX2080的两倍呢 本次测试的平台CPUV1900K 外加32GB 3600MHz,双通道内存 首先来看看在甜点圈Furmark中的表现 满载运行Furmark一小时后RTX3080的温度稳定在68度左右 风扇转速在2200RPM上下 整体功耗大约在450W到500W左右 几乎没有噪音 从这就可以看出RTX3080的公版散热设计十分出众 然后是3DMark的基本测试 RTX3080最终表现分数为19736分 相比RTX3080高出了21% 比2080整整高出了69% 这也说明了RTX3080的性能确实强悍 接下来是RTX3080在游戏中的表现 首先测试的是众生平等奥德赛 再次可以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在50到55帧 3080的平均帧率在65到70帧 提升了20% 已经达到了流畅运行的条件 再次可以分辨率下 2080Ti平均帧率为70到80帧 3080的平均帧率为90到100帧 提升了27% 然后是显卡杀手荒野WQ2 在4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45到55帧 3080的平均帧率在70帧 提升了35% 在2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70到80帧 3080的平均帧率为90到105帧 提升了20% 接下来是孤导金红武 在4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75到80帧 3080的平均帧率为95到100帧 提升了21% 在2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130到140帧 3080Ti的平均帧率为150到160帧 提升了20% 除了普通游戏外 RTX3080在光追游戏中的表现同样强劲 测试的游戏均在开启了光追和DRSS的情况下运行 首先是控制 在4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50到55帧 3080的平均帧率为70到75帧 提升了27% 在2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80到85帧 3080的平均帧率为130到140帧 提升了50% 然后是古墓丽暗影 在4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55到60帧 3080的平均帧数为70到75帧 提升了22% 在2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80到90帧 3080Ti的平均帧率为100到110帧 提升了20% 接下来是光明记忆 在4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数在40到45帧 3080Ti的平均帧数在60到70帧 提升了28% 在2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70到85帧 3080Ti的平均帧率为100到105帧 提升了41% 最后是地铁离序 在4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率为45到50帧 3080Ti的平均帧率为60帧 左右 提升了20% 在2K分辨率下 2080Ti的平均帧数为65到70帧 3080Ti的平均帧数为80到90帧 提升了27%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光追游戏 还是在普通游戏中 RTX3080Ti在4K分辨率下 相比2080Ti有20%到30%的性能提升 基本解决了2080Ti不能流畅运行的尴尬局面 而在2K分辨率中 RTX3080比RTX2080Ti 性能提升最高达到了50%以上 已经达到了电竞水平的标准 更何况RTX3080的价格 可是2080Ti的一半啊 不得不说RTX3080真的是巨小5V AVIDIA YES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测试中 搭配RTX3080的整齐功耗 大约在550W左右 这也意味着 如果你想单换3D系显卡 至少需要配备一个750W以上的电源 如果还对其他硬件有疑惑 可以查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对于老黄今年加量不加加的做法 有何种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留言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